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天晴 家樂福近日草言關閉了它在上海的首間會員制超市 家樂福在上海的另一間會員店也在4月初關停 自此,家樂福在上海僅剩下兩間會員店 這間零售巨頭到底如何呢? 家樂福的首間會員店位於上海浦東新區城生路 根據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的報導 該店的透明卷門上將貼了通知說 因為業務調整,該店在2023年4月28日停止營業 在場的一名家樂福工作人員表示 自己並不清楚具體的狀況 所有信息以上述通知為準 目前在上海家樂福會員店 正是盛低藍牆和青袍兩間門店 2021年10月22日 家樂福是中國市場的首間會員店正式開業 但是開業第一天就遭遇到困境 《第一財經》當時報導 開業當日深夜 家樂福內部人士透露 開業這一天有大量品牌供應商 表示不再與家樂福合作 因為他直接競爭對手 被這些品牌供應商下了二選一規定 家樂福表示已經向相關部門舉報 然而中國媒體至今沒有報導任何有關舉報結果的消息 曾經在中國公司任市場部高管的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陸遠恆認為 家樂福所遭遇的是一種帶有中共政府背景的打壓 這才導致他投訴無果的原因 陸遠恆5月1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家樂福中國的母公司是蘇寧意購 蘇寧作為一個大型的民營企業 在中國能發展到這種規模一定有後台 但家樂福遭遇的明顯是不正當的競爭 遭受打壓後舉報結果卻不了了之 一直到他觀點都沒有任何的下文 這就說明了他的後台實際上沒有起作用 也就是說他的後台力量遠遠沒有打壓他的勢力那麼強 自1995年進入中國一直到2008年 法國大型零售集團家樂福在中國開始快速擴張 有數據顯示 到2010年家樂福門店的數量已經達到249間 遍佈23個省份 成為中國的零售之王 這6年間 新增的門店數量是之前9年所開門店的3倍多 然而到了2010年7月陝西西安的一家家樂福門店關閉 這是家樂福首次關閉在中國的門店 從此家樂福仍然連續不斷的焦慮時刻 在陸續關閉4家門店後 家樂福陷入有意出售其中國業務的傳聞中 其當年的銷售額也被沃爾瑪趕超 2018年底 在家樂福中國被收購前的資產總額是115億元人民幣 負債約138億元 賬面淨資產是負值 當年巨規之下 家樂福撤出中國的傳聞不斷 2019年6月23日 蘇寧爾購發布公告表示 公司全資子公司蘇寧國際 而出資48億元等值的歐元 收購家樂福中國80%的股份 這次交易完成後 蘇寧爾購成為家樂福中國控股股東 家樂福集團持股比例降至20% 然而 這筆重磅收購並未改變雙方的命運曲線 經過兩年的磨合後 家樂福中國的業務並未出現起色 到2021年上半年 家樂福中國仍在虧損 而蘇寧更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不得不考慮拋售這項非核心資產 除了收購家樂福中國外 蘇寧還曾花200億元入股恆大地產 而這200億則被蘇寧的員工認為是拖垮蘇寧的敗筆 2017年9月20日 恆大老闆許家印帶著恆大高管團隊到訪蘇寧總部 當晚一張許家印和蘇寧二購 前董事長張近東飲膠杯酒的照片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熱傳 當時很多人都在猜測 一個零售大佬、一個地產大佬 這是遇到了什麼高興事呢? 直到這筆戰略投資公佈 外界才意識到這杯酒的價值高達200億 一個半月後,恆大發布重磅消息 蘇寧控股集團旗下的蘇寧電器集團之全資子公司 南京潤行將向恆大地產戰略投資200億元 恆大地產增資礦股完成後 南京潤行將持有其4.7%的股份 公告說蘇寧二購與恆大在資本合作的同時 將在商業物業定制、基建物資供應鏈和金融服務 智能家居和智慧物業服務 房產銷售020模式創新等方面展開全面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蘇寧二購斥具資投資恆大地產時 正在打造兩大、兩小、多專的多業態智慧零售格局 作為頂級房地產商 恆大可以為蘇寧二購的這些佈局提供落地場景 更重要的是 如果恆大地產成功在A股借殼上市 蘇寧二購這200億投資的升值空間巨大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 2020年11月 恆大經歷4年的借殼上市最終宣告失敗 與此同時 恆大還連接地遭遇到當局銀筋收緊 和三條紅線政策的雙重打擊 在此情況下 將近東再申援手 根據補充的協議 蘇寧二購暫不收回其價值200億的投資 而將它轉成恆大地產的股權 蘇寧二購本來想藉著投資恆大而大賺一筆 結果這筆的投資更失敗了 2020年底 蘇寧二購不得不開展一系列的自救措施 包括大股東的質額股權 轉讓股份 轉變定真務之用途 用於償還債務和補充流動資金 拆分其下業務進行融資等 2021年7月 蘇寧二購的控股股東和股東 將所持公司的16.96%的股份 轉讓給中共、南京市、國資委 牽頭成立的新零售創新基金 轉讓完成後 蘇寧二購處於無實控人狀態 蘇寧二購正式告別了張近東時代 而接手的是阿里巴巴 直至2022年9月30日 阿里為蘇寧二購的最大股東 蘇寧二購2022年3季度財報顯示 阿里子公司淘寶 中國軟件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達到19.99% 債務危機、籠罩的蘇寧二購在2022年 又頻繁地陷入破產傳聞 2022年11月下旬 市場上輝輝揚揚的消息說 蘇寧二購被申請破產 在之前的11月初 互聯網上傳言 蘇寧二購被公銷社收購 在更早的7月網上有消息說 蘇寧二購破產清算 蘇寧對此軍發聲否認 陸遠恆認為 這種事在中國不可能是無終生有的 它是五毛水軍在進行所謂的輿論引渡 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一個正常的公司身上 早在2015年8月蘇寧便牽手阿里 阿里以約283億元的戰略投資 成為蘇寧二購第二大股東 蘇寧二購斥資140億元認購不超過2780萬股 阿里新發的股份 而許家印和馬雲更早已牽手了 2014年6月5日 阿里和恆大宣布達成足球戰略合作 阿里斥資12億元人民幣入股恆大足球俱樂部 和恆大分別擁有恆大足球俱樂部50%的股權 中國媒體評論說 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下 大佬交叉持股 言之不是一種抱團取戀? 陸遠恆說這些政治勢力透過這些公司 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中國的經濟 因此 當權者一定會在經濟領域 財團他們的收入 打破他們的壟斷 所以要打壓這些看起來是民營公司的企業 實際上還是高層政治鬥爭的一個延伸 當權者希望重新洗牌 令自己的勢力來掌控這些公司 他們越是抱團就越是會觸動當局的敏感神經 遭受更強硬的打壓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專題報記者 隨逆揚採訪報道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多多支持 再多支持明 JENNY 都會享受 請你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